陈东创作的遮天 后期制作小白菜 第五十三集 十四五岁的少年韩飞宇 阴沉着脸慢慢来到近前 对叶凡与磅礴开口 你们当林须洞天是什么地方 当众行凶无所顾忌 真当自己是执法长老吗 叶凡与磅礴没有理会他 近乎于无视 转身看向和堂 韩飞宇的脸色 顿时更加阴沉了 对身边的四人说道 别让他们再爱我眼 叶凡文言转过身来 口气倒是不小 看来一直是你在背后指使 没什么话可说 今天将你也倒栽葱 韩飞宇文言 双目射出两道寒芒 以微不可闻的声音自语 看来只能给叔公送去两具尸体了 韩飞宇面色阴沉 眼中射出两道寒光 嘴角露着一丝冷笑 像是看死人一般 盯着叶凡与磅礴 不再说话 他身边的四个青年 听到近乎命令的话语后 一起向前走来 脸上全都带着嘲弄的笑意 慢慢将叶凡与磅礴 围在当中 其中一人压低声音 似乎不想让周围的人听到 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 在灵虚洞天 有些人是不能得罪的 就凭你们两个 也敢说出刚才那些话 不知死活 旁边 另一名青年男子向前逼近几步 面带冷笑 真是了不得啊 刚入门没多久就这么威风 真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不过我估计你们两个死不了 因为 逼死更痛苦的是活遭罪 不受尽折磨 想死都不容易 其实 有个办法可以让你们两个 少受点罪 这时又有一个人开口 说话很随意 似乎眼前的两人 不过是两只蚂蚱而已 可以随手捏死 讽刺到 你们可以打断自己的双腿 跪下来求饶 然后爬到河塘中 自己倒插在淤泥里 也来个倒栽葱 我要是你们 直接一头撞死算了 免得活受罪 这四人全都说得很随意 没将叶帆与庞博 看在眼中 又是嘲弄 又是讽刺 站在四个方位 不给两人逃走的机会 叶帆与庞博 从来不是人气吞声的主 这四人的话语 实在是太过分了 不过他们却也不动怒 两人漫不经心 从容自若地对答 这四个傻叉子干嘛呀 我估计啊 刚出门的时候 不小心被门板 给脑袋夹扁了吧 不然怎么全都一副 傻了吧唧的样子 在那里 碎碎念个不停 他们两个 好像是局外人一般 说得漫不经心 好像置身室外在看热闹 时不时的随口点评两句 这顿是让旁边四个青年 火冒三丈 被他们认为蚂蚱般的两个少年 居然毫不畏惧 这样一副姿态 魂没有将他们放在眼中 嘴巴损而毒了 让他们火气上涌 当时就沉下了脸 再也难以保持那嘲弄的笑意了 不知死活 当中一人冷喝 不过却没有冲上前去 他们已经注意到 这两人力气不是一般的大 不想阴沟里翻船 吃地一声 在他的旗下那里 有点点光辉样出 一道如水波般的神纹 像是铁锁一般冲出 快速向着夜凡与磅礴卷来 啊 从苦海中冲出的神纹 船法长老说过 只有修炼 小有所诚实 才能施展宣法 这 这是一个高手 围观的人发出一片惊呼 这里绝大多数人 都是刚入门的弟子 很少见到有人施展宣法神通 全都露出紧张的神色观看 夜凡与磅礴 速度非常快 各自闪躲向两旁 那道如铁锁般的光纹 擦着他们的身体而过 但很快又调转回来 继续向两人 缠附而来 他们还是第一次 与能够施展 玄法的修饰动手 我知道 那道从苦海中冲出的神纹 威力如何 不敢轻易触碰 两人再次躲避 但是这道神纹 如影随形 根本无法摆脱 光芒灿灿 具有金属的质感 看起来亮晶晶快速的 缠绕而来 碰一声 叶凡突然将旁边的一块巨石举起 影响那俯冲而来的神纹 两者撞在一起 顿时发出一声巨响 这块足有千斤重的大青石上 历时出现一道很深的劣迹 如刀斧留下的一般 这让叶凡与庞博同时变了颜色 能够施展宣法的修饰 果然厉害 如果是凡人的话 根本无法与之抗衡 吃地上 那道如铁锁般的神纹 虽然在大青石上 留下一道很深的印痕 但却也像是耗尽了力量 光芒暗淡了很多 化成一道虚影 快速冲回那名青年的苦海中 他身体一阵 向后退了两步 这两只蚂蚱的力量 还真不是一般的大 小心一些 要是被他们弄伤 那可真是颜面扫地了 四个青年中 一人压低声音这样说道 痴痴痴痴的几声清响传来 四种不同颜色的光滑 在四个青年的苦海绽放而出 四道如铁锁般的神纹 从四个方向向着夜凡与庞博袭来 与此同时 夜凡与庞博也展开了灵力的反击 石崖附近最不缺的就是岩石 一块块千斤巨石被他们制处 四道神纹连连颤动 砰砰砰砰的 夜凡与庞博身力惊人 一块块巨石不断飞起 接连冲向半空中的神纹 同时还有不少大青石 向那四个青年落去 四个初通玄法的年轻修士 顿时受忙搅乱 他们虽然修出了死死神力 可以凝聚成铁锁般的神纹 但是控制神纹飞行的速度不够快 无法快速躲避过巨石 不能有效杀伤对方 在枯海中修出点点神力后 他们的体质虽然得到极大提升 但是如果单论力量的话 根本无法同夜凡与庞博相比 此刻一块块重大千斤重的巨石 不断砸来 他们只能躲避 巨石飞舞 四个青年修士不仅被阻挡住 还不断的后退 身怕被那千军巨石给砸烂 就在这时刷的一声 叶凡突然向前冲去 速度极快 在原地留下一道淡淡的残影 碰的一声 下一瞬间 他出现在一位年轻修士的近前 简单而又直接的一拳 重重的击在对方的口鼻间 让这名修士 当场就横飞了出去 若是一记非常具有美感 而同时兼具有力感的一拳 叶凡很飘逸的舒展身体 右臂挥动节 有一股倒发自然般的清零 非常具有美感 但是当拳头挥动出去后 却又是如此的暴力 将那个青年砸得横飞出去 足有十几米远 可以清晰地看到 一串雪花 从那名修士的口鼻间喷出 雪花在天空中划过数米远 形成一道血色的弧线 同时有八颗牙齿 跟着飞出 坠落在地面 另一边 庞博也按耐不住 主动出击速度极快 以一块巨尸狠狠地 排在另外一名修士的身体上 当场便有骨折的声响传出 那个人斜斜歪歪地飞了出去 坠落在地上 碰碰的 又是两声中击的声响 剩下的两人 也被叶凡与磅礴放倒在地 在这一刻 他们上演的是暴力美学 拳头像是铁锤子一般 将那两人砸得大口喷血 此刻 四道神闻光滑暗淡 快速没入四人的苦海中 叶凡与磅礴 将四个瘫软在地上的修士 并排放在一起 而后 站在那里 俯视着他们